我們一個小孩在這裡用霸凌 來 這個小孩被霸凌 這個站在後面那個 說要叫警察 說要叫警察 因為他不處理了 直播中的男子火氣很大 因為朋友的五歲小孩 疑似在這間知名安親班 被另一名越南籍的同學欺負 被拉扯頭髮 揍肚子 家長懷疑孩子被霸凌 老師們卻當作不知道 為什麼快點讓人叫他 你都沒有知識你都不知道 老師跳出來澄清 表示當下接到家長反應時 第一時間也調閱監視器 但錄到的畫面並沒有任何異狀 我是小朋友玩的時候去弄到的 因為我們老師是 就是有看過監視器是沒有的 沒有辦法接受老師的這番說辭 男子乾脆直接問正名越南籍男童 男童也承認自己打人不對 但讓家長氣得是 老師說辭反反覆覆 沒有告知事實 處理態度也很消極 小朋友還跑來跟我兒子說對不起 所有朋友都承認了老師 為什麼一直要說話 我是生氣老師的處理態度 家長和老師雙方各說各話 兩名男子又在現場不斷大聲標罵 實在沒辦法最後請來遠景處理 苦勸雙方先暫時冷靜 好好溝通才能處理事情 別在孩子面前做出不良示範 記者鄧銘 黃旭 SNG小組 高雄報導 口温 開罪 都抵到 市民